有一些人其實不是那麼瞭解 不過基本上他就是開放中國的服務業 要來台灣 而且開放多少個行業 一千六百個對不對 那我們來講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其實整個情勢都不一樣了 那包括我們台灣現在 我們主要靠中國 我們沒有靠中國 我們經濟也是變得很好的 這一塊請你論述 其實我要講一下 今天的報紙特別有帶過來 就是他說這個是貝萊德的CEO 是一些國際情勢的專家 他看壞中國 他認為接下來的資金就是會脫中 然後轉向日本 但不論如何 就是中國這個曾經的大市場 然後也是大消費力跟生產力 大工廠跟大市場 其實現在完全是在COVID-19 跟美中的戰爭之後 完全是崩盤的 那麼其實在十年之前 當時在推服貿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跟現在 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現在是完全地獄 我想我們在節目當中 其實也討論過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國不只是爛尾樓 然後包括他們在地方上面的這個經濟 是連銀行都崩盤 就是他們的銀行在地區性的崩盤 是你錢存進去之後 還記不記得當時是你連十塊人民幣都領不出來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包括現在中國青年的失業率超過20% 根據調查是說這個五月份 大家畢業之後六月開始進入市場的中國青年當中六百萬 至少有超過20%以上的是找不到工作的 更不要講之前完全找不到工作的 那我們知道在台灣 如果今天你服貿過關之後 只要六百萬你就可以從中國在台灣就來台灣 就是之前那時候討論的服貿就是你可以在台灣設據點之外呢 你就可以把中國的民眾引進來台灣做服務業 搶我們台灣年輕的工作 那我想這個東西幫大家回憶一下要講的是什麼 過去當時是中國那時候經濟很好 很多人是認為要引進中國的火血來台灣 那麼經過這些年就像今天報紙上面講的 當全球都在看壞中國經濟的時候 那是一個什麼狀況 是中國人整個就洗進台灣 很多人現在都講說 什麼這一次選舉是什麼戰爭與和平 我先告訴大家啦 這個會引發戰爭都是假議題 怎麼說中國你就真的用這種投資的方式 用就是把服務業的人口送進來 用錢洗台灣 我覺得都比打台灣來得快 幹嘛這樣子做 所以我其實不能理解的是 柯文哲你為什麼要用一個 當年你十年前你坐在那邊 然後你說你反服貌 所以最近網友都在講啊 要學循2014年之前的那個柯文哲 剛剛我們都一直在講說 侯友儀是不論是空包啦是草包 但是我認為柯文哲是炸包 就是炸彈的炸 就是他很喜歡先丟出一句話 去騙聲量騙流量 然後去欺瞞你 然後讓你覺得像曇花一線這樣炸開 可是呢他也是詐騙的炸 就是當他發現欸狀況不對 那我趕快騙到了我就跑 我現在就丟別的 就像大家在講說 欸你怎麼可以過去反服貌 趁著服貌而上 然後你現在說我可以來挺服貌 那就馬放放話說 喔不是不是 我是說喔這個服貌可以討論 但是重點是服貌要監督 所以你要有什麼兩岸什麼監督條例 但是他沒有講的是什麼 他沒有講的是他民眾黨 有五個立法委員 在這四年三年多的當中 不然他也可以提啊 他從來沒有提案 他們沒有被提案 然後他沒有講的是 2019年好 這個我們的總召科建民也講了 在我近來當立法院委員的前一屆 在2019年的時候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 第五條的五之三 修正過了 就是這是為什麼 我再幫大家回憶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在講說 要買疫苗的時候 有講到說地方政府 不可以隨便跟人家簽合同之外 也不能跟中國買疫苗 原因是什麼 因為就是兩岸人民 這個關係條例當中 修正過了 各級地方政府 不能隨隨便便 跟中國簽訂合約 就是說這個是不行耶 因為我們你歡迎在 2019年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 就修正過了 你的各級地方政府 不可以隨便跟中國 來簽相關的合約 如果有什麼樣的貿易 或相關的約定 都必須拿到立法院來審查 必須要有超過 四分之三的立法委員出席 然後出席委員的四分之三 通過這個法案才可以 言下之意就是 你現在要跟中國 有一些經貿或者是地結 任何的條約 都是有這樣的條例在 所以根本不用修什麼兩岸監督條例 我要讓冠婷來補充一下 我們要了解一下對岸的經濟 究竟是怎麼樣 除了剛剛講到說 其實是被看壞的之外 我們看一下他們的失業率 這是五月份的資料 十六到二十四歲 年輕人失業率是二十點八趴 換算是多少人在找工作 六百多萬人在找工作 而且是說對岸 四十五年來最嚴重的情況 家屬如果真的開放的 不就是全部他們都過來 我們這裡找工作 變成我們就失業了嗎 十幾年前 中國在經濟好的時候 中國人笑日本人說 你們失落的二十年 前面幾年叫失落的三十年 結果你看到日本 整個經濟觸敵反彈 V型反轉 今年日本的股票到目前為止 今天為止漲了28% 所以所有國外的資金 現在有一種大趨勢大潮流 就是所有中國想要撤離的 本來是在找東南亞各國 現在把日本也當成一個重點標的 過去二十年來 在中國有一個投資不敗的神話 叫做永遠不跌的投資商品 叫做房地產 最近也瀰漫非常非常糟的一個 很蕭條的一個氣息 泡沫化啦 為什麼會這樣講 阿里巴巴的根據地 在杭州的郊區 最近居然有一個訊息 然後在社群平台被廣傳 這在過去是大家捧著錢去搶租廠房 搶租店家的 結果居然一個賣家在非常好的位置 賣了六個月找不到賣家 最後你知道要怎麼做嗎 沒有人要買沒有人要租對不對 直接砍價格 你能想像嗎 單一一刀砍下去 房地產的價格砍了17% 17%直接就砍下去了 在阿里巴巴的根據地 在杭州那邊 我們想說房子要打折怎麼可能 我們房子一路 就是說現在稍微有控制住 但是其實漲勢都還是 明顯都是漲勢比較多 這個價格一定跟成交量有關係 如果我們看五月份 五月份整個中國的住宅的成交量 我們講幾個城市就好 講上海 上海的成交量大減33% 少了一萬多戶 如果你把幾個主要城市盤起來 一百個中大型的城市 五月份的降幅 創下2022年以來最大跌幅 所以中國現在經濟很差 另外就是失業率 房地產不好 經濟不好 可是他們的失業率 年輕人更是很慘 年輕人剛剛 我們褲英委員有秀那個資料 你想像大學畢業生 年輕人失業率是達到20% 這我想到什麼 我就想到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他們講 我們是經貿交流 我們是兩邊和平的交流 我們提供了1200個工作機會 給台灣的年輕人 給台灣的人民 你自己中國的人民 都失業到這種狀況 年輕人失業率可以到達兩成 這種狀況就代表 中國的經濟真的陷入一個 很慘的狀況 有人說 一些專家學者認為說 中國如果沒有正視他們現在這樣 經濟的一個狀況 很有可能真正的失落的30年 就從現在開始 未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停止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服貿協定會在這個時候 突然被跳出來講 我認為中國在背後操作 跟中國在背後讓這個變成話題 的一個成分跟機率非常高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們台灣今年跟美國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21世紀貿易協定 我們接下去21世紀貿易協定 處理完之後 有可能就往FTA邁進了 代表我們台美之間的 經貿的往來更密切 所以中國就跳出來講服貿 當然是覺得說 台灣除了跟美國以外 台灣跟中國也應該要有 服貿貿貿相關的協定 來互相的來合作 可是背後最大的一個差別是 中國的經濟現在真的非常糟 如果十年前人民的力量 都把這件事情擋下來了 十年後中國的經濟更糟糟了一下 更沒有理由 台灣要跟他簽所謂的服貿協定